我讲的是台北市 请讲万安市长上台 第五届永续城市SDGs大调查 结果出炉 台北市不但连续四年 残联永续城市特有奖 今年更在社会里 以亮眼表现 拿下六都第一的特别杰出奖 亲自出席领奖的台北市长脚弯 除了感谢台北市民的支持 与市府团队的努力外 更表示他以八个市作为市政愿景 其中永续就是放在第一位 台北市我们目前的市政愿景 就是八个字 永续共荣希望首都 我们之所以把永续两个字放在最前面 是表示台北市将永续推动 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市政重中之重 也表示我们坚定推动永续发展的决心 另一方面也因为过去这一年多 市府团队以及市民朋友 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也在其他许多的评鉴当中 得到具体的成果 包括最新一期远见杂志 对于全国各县市 永续竞争力的评比 台北市不只是六都第一 也是全国第一 那在其中我们不管是经济就业 教育文化 还有包括与今天 SDG主题扣合的永续 社会永续 也是拿到六都第一 那另外最新 亚太永续行动奖 台北市我们也获得 亚太地区移居永续城市的最高级别 Outstanding City 这也是亚太地区城市里面最高荣誉 所以非常谢谢 我们所有市民跟我们一起打拼 因应极端气候等挑战 蒋万也提出四铁良药 作为推动永续的方法 希望打造台北市成为友善移居城市 第一个打造台北市降温城市 第二个绿运城市 第三个韧性城市 第四个近邻生活 所以我们拟定了很多具体的方向 包括我们透过连续的遮延 包括垂直绿化 我们要达到体感降温2度C 这是降温城市 打造绿运城市 我举一个例子 台北市我们有非常绵密的U-bike网络 我们上升之后 前30公元免费 到现在 已经成功的移转了22% 使用者运聚的习惯 他们从原本开车 骑机车 转换到使用U-bike上 相当于7座 大安森林公园的碳盘放 另外 我们打造任性城市 现在台北市常常碰到 短时强降雨下午 不用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的强降雨 食雨量都有可能超过100 所以我们目前全面整体 提升我们的下水到海水系统 所以从现在的降雨容受力 78.8毫米 我们要提升到88.8 所以种种这些我们打造任性城市 最后 第四铁良药 也就是净铃生活 我们希望让净铃成为市民朋友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结合民间的力量 包括我们跟台北市商业会 许多的公司企业合作 在接下来的三年 我们要布建101个净铃示范场域 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 嘉义市长黄敏惠 嘉义县长翁张良 台东县长老净铃 新竹市代理市长邱成元等县市首长 都亲自出席领奖 为了鼓励全台各县市 针对城市在社会 经济与环境三大面向问题 提出创新解方 今年永续城市SDGS大调查 还新增永续创新奖 由高雄市等四个县市获奖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他市场开始结合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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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